你快看 咋啦 快看 看啥这不是键号码吗 认真看 天津摘星了 就是 天津那小星是没有啊 大家好好看一眼 摘星了 终于摘星了 看见了吗 天津市这已经没有那小星号了 这是不是能说明咱们又能给大家探电了 你才是吧 我在家坐都没得坐了 真没得坐 我估计应该差不多 但是可能还得再观察一下 因为这个去星呢 其实就代表了 天津市整个全市中高风险区域全部清零 不过 可能还有一些小低风险的区域 应该没什么大事 但是咱们可以观察一下情况 不管怎么说 这天津摘星绝对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今儿咱就不做饭了 必须来做大餐 庆祝庆祝 吃什么呢 我要吃水煮鱼 我要吃水煮鱼 我儿子说想吃水煮鱼 水煮鱼 可以 吃水煮鱼了 在天津真的有一家专门做水煮鱼的老店了 应该算是 川福老妈 他们在好多地儿应该都有分店 大家应该知道 咱们今天就来份这个川福老妈的水煮鱼 我还真的 我们还真的没吃过 因为这比较辣 今天咱们就尝一下 川福老妈20年金牌水煮鱼 主打水煮鱼 他们家就是 还有金汤焦麻鱼 七十九 酸菜卤鱼 水煮青江鱼 这是按份儿的 这是按金的三斤 这有什么区别呢 水煮青江鱼三斤 这应该够吃 咱来份这个 199 价值不便宜 一个水煮鱼三斤 估计我们四口不够吃 咱再来个鱼香鸡丝吧 这一块也是他们特色啊 三十九一份 一共二百三十三 下单 等着吧 还挺快 这大袋 送来的还挺快啊 始于1999年 哇塞正经有年头 二十多年了 一盆水煮鱼 地道四川味 我是一直怕他们家的水煮鱼特辣 所以还真的还从来没吃过 今天咱们庆祝庆祝 这是那个鱼香鸡丝一小盒 还挺热乎 给带了三双筷子 看这盆 挺过瘾的 滚烫滚烫的 这盒边没法碰现在 特热乎 哎呀 我这么掂量着啊 三斤抵多 加上油 估计抵我个五斤 一次熊熊油 热销二十年 和鱼限沙 看着还不错啊 咱打开看看 是这样包装 庐山真面目 哎 我闻着辣椒香味 哎呀我也闻着辣椒还是真不少啊 辣椒麻椒这是花椒 没给捞干净这是 鱼大鱼片 好嫩啊 筷子轻轻一架就碎了 青江鱼啊刺少 闻着好像不是特别辣啊 但是它很香 我先替大家尝一口 待会他们再吃 来个小鱼片 哇这鱼片超级嫩啊 哇还挺烫 哇塞 这入口给你的第一感觉啊 就是鱼肉超级的软嫩 然后吃起来真不是特别辣 微辣吧 我就觉得这应该属于微辣 还是挺麻 哎呦 来厚劲了 这麻劲挺冲哎 挺香的 不错我再来一块 真香哎 鱼肉一点腥味都没有 入口之后就是满满的那个 辣椒那种香味 然后还有麻椒那香味 就米饭无敌了 快来吃饭了吃饭喽 快来快来 加鱼先吃鱼 鱼非常不错啊 这一大盔子 可不三斤多 底下都是豆芽啊 底下全是豆芽 这鱼香祭祀咱也打开看看啊 看着也还是不错的啊 肉丝还是不少 但是我感觉 笋丝也挺多呀 先来一块大鸡丝尝尝尝 可以 但是这鸡丝我觉得 不是特别嫩 味道还行 它的菜总体吃起来都不太辣 还挺香的 哇 看看这大份 哇 豆芽也不少啊 水煮鱼就得趁热吃啊 赶紧吃 热乎的时候那鱼肉特嫩 对 嗯 是不太辣吧 不辣 挺好的 我感觉少有点淡 你觉得淡吗 不淡 你觉得呢 你吃有点淡 感觉这大条鱼好像吃起来三斤多也没多少 豆芽多是吧 骨头架子 骨头架子大 这鱼你看这脑子 这鱼真够长的 你看这脑子 多大呀 青椒鱼真是挺肥的啊 你看它这鱼皮 都好像那种 胶原蛋白和油那种感觉的 太香了 你说它这油倒不是坏油 它这鱼挺甜的 好油 没有鞋味了 按他们的说的是 他们这个油全是一次应用 你要是在店里吃的话 他把这油专门给你打包 给你装一大瓶子里 你回去可以干别的 这水煮鱼 就你 你开始吃的时候 都不太辣 就是麻 这麻叶挺足 但是你吃到后面 还是有点酸爽点 哎呀 有点这个吧 这我的解辣解腻神器 配水煮鱼真超级合适啊 水煮鱼又是油还辣 山楂果茶啊 这个最近我们是一直在喝 还确实不错 总体来说啊 这个水煮鱼 它的味道还是可以的 关键是我觉得 吃起来那个鱼肉比较鲜嫩 而且它这个油啊 吃起来感觉 就没有任何的怪味道 油应该还是不错的 这个油一定要用好油 如果反复利用的油不好的话 吃起来也不健康 所以我们平时吃这个也少 这一份水煮鱼是199 然后它标注的是三斤的青江鱼 我感觉啊鱼片的分量应该还可以 因为我们反正都吃过瘾了 唯一我觉得有点遗憾的 就是这个鱼 我觉得稍微有点淡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口重啊 反正我觉得辣味和这个麻味 都还是比较充足的 就这个咸蛋味 这个差点是 挺影响大分的我告诉你 这鱼香鸡丝 虽然有一份 我觉得也就是正常水平吧 这个就不做过多的评价了 好吧那我们今天这个 庆祝天津摘星的活动啊 就算是圆满结束了 大家也都吃好了都走了 后面看看情况 如果情况允许的情况下 我就开始继续给大家去探店 给大家找一些好吃的美食 OK那本期的视频就这样了啊 喜欢小黑视频 没点关注的 想点击关注啊 关注我 拜拜下次见了 收拾吧今天也好收拾 一蒸就行 哇 简匿神器